为何美国至今不承认败给了越南?这个理由让人忍不住笑出声。 现在很多人提到越南战争后,都会忍不住好奇,为什么当时的美国在越南投入近7000亿美元,滞留了将近14年,最后还是败给了越南?可其实,现在的美国并不承认当初在越南战争中失败了,这是怎么回事? 其实当时的越南战场对于美国来讲就是一个巨大的泥潭,自法国撤出越南后,美国就接手,但是在越南他们作战牺牲的事在太多了,耗了14年,投入近7000亿美,死了将近58000人。 美国声称,最后他们离开越南不是被越南人赶出去的,而是他们自己权衡之后离开的,因为当时的美国在和越南生死搏斗,可是苏联和中国一直没有出来,所以若是美国继续作战下去,怕是会有国家作收渔翁之力。 另外,当时美国会离开越南,也是因为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影响到了美国的自诩作战,其实此时美苏已经出于冷战期间,若是美国此时再继续陷在越南,那么一定会拖累美国和苏联的竞争。 所以总的说来,美国离开越南和越南没有太大的关系,只是他们自己想离开,这样的理由,你们怎么看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